好,在技术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技术的问题,上我讲的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当然我们理论弄清楚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在技术上可以做一些认识跟改进。 那么,做扶船当然有很多方法,你跟人怎么样在飞机上找话题跟人家聊天,怎么样在等公车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甚至是买菜的时候,跟人家互动,这个都是扶船的方法。 但不管怎么样,是以门徒跟老师之间的关系做基础,那么这个关系就很重要。所以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跟人、跟天主要维持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做扶船不像小德兰做扶船,小德兰做扶船只要看报纸就行了。我们不能光看报纸,我们要去跟人接触,所以跟家人接触,跟同事接触。 所以,我们扶船的动机是,当然我们是爱人,希望我们身边的人能够跟我们一样,认识天主,得到救恩,进入天国永生。 对不对?那么,我们必须要有意识地去看,去听,我们身边的人正在担心什么,他们在讲一些什么事情。 好,那这个是你没有办法Google用过来的,你必须要坐在他们中间,听他们讲话才会。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那么,下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我所关心的这个人,他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我刚刚讲的见证,我们要有好的见证。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家人要有好的见证。 因为只有我自己好,可能是一个例外。但是,我家都好的话呢,那就不是一个例外。 There is something good,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这家一定有一个好的原因,让这个家能够特别的好。 第三个,我们要讲宣讲的内容。 宣讲内容其实很简单的。 最后我们讲到,当我们引导人要改变的时候,要悔改皈依的时候,他大概会经过几个五个很明显的不同的阶段。 所以当我们跟一个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谈话,跟他对信仰的态度,我们可以知道他大概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往前走一步。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 好,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字关系。那么关系呢,可以用这个图来代表。 那么上面这一行这三个,大概是我跟我爱人的关系。我跟我最喜欢的人的关系。我出生的时候呢,我的爱人在我的身外。 他跟我不住在同一个城市。那么直到上了大学,他跟我上了同一个大学。所以那个心跑到我的周围去了。 有一天他在弹钢琴的时候,我们在合唱团,就突然听到,哦,他突然从钢琴的后面。 他那个钢琴是像这个钢琴。你坐着弹,你看不出他人了。他突然头抬起来。说,哦,这个人怎么这个可爱啊。 然后又这么直,他还找谁唱错了。咚咚咚。所以就对他很有印象。 所以这第二个步骤,这个人进入我的生命里头,变成我一个好像朝思暮想的一个背向。 然后最后他成了我。不但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扶传的时候,我想跟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然,我们是讲到关心他的灵魂。起先我们跟他是陌生人,也许话也不投机,所以没有办法坐在一起谈话。 但是扶传的召教告诉我要关心他的灵魂。所以想办法把它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 或者甚至就是去听听他在讲什么,听听他在抱怨什么。 那么大家可以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关心的事情。那么有什么事情使他不快乐。 大部分的人,可以说大部分的人都不快乐。 那些认为快乐的人,是他还不知道他不快乐。 等到他有一天发现了,那就太晚了。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耳朵去听,不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道理很简单的,因为天主照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的心里头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渴望。 那么这个渴望呢,除了天主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装满的。 所以我们的渴望,除非有天主到我们心里面来。 否则我们那一个中间的那个漏洞,装钱也好,装地位也好,总是装不满。 所以那些很快乐的人,因为吃了骨牌很快乐的人,甚至他不知道他的胆固醇很高了。 他吃了以后就少吃一点。 后来他知道他的遗传病,他的胆固醇不但吃癌的是他自己身体制造出来的。 那他这个痛苦就没有办法解除了。 他只有吃药,我吃药还是不容易控制的。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这些生活的许多的担忧而不快乐。 所以当我们进到他的生命当中,第二个五项的时候,我们仔细地去听他最大的关心是什么东西。 那慢慢地认识他以后,我们把他放到我们生活的,等于是我们这一个阶段,我们最关心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的祈祷就会把他的一些事情放在心里头。 我觉得这是我们扶传的一个方式。 与其说,好多华人没有不认识信仰。 修盛有大概二十几万人。 对,他们都不来美化列祖堂。 他们好可惜。 可是这些人跟我一点接触都没有。 所以我担心这个,我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些人抓到我们教堂来。 那么可以做到就是说,我身边的,我可以影响到的人,我起码不是不能一次抓十个,我可以起码一次抓一个。 因为这一个人,我要特别地关心他,在这一个阶段,一直到他,把他领到耶稣面前,让他认识耶稣,做他的门徒。 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 不需要就是说,我一次可以管,我是一个manager,我一次可以管二十个人。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能力,也是可以,那你就是可以管二十个人的灵魂得救的事情。 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在左下角,他跟天主是一个耶稣,基本上是不搭搭了。 耶稣是耶稣,他是他。 那么怎么样把耶稣带到他的生命当中,最后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中心,满足他所有的一切的渴望。 这个人他就不会再跟你抱怨了。他也就会再跟你抱怨,可是他就是时间会慢慢地缩短。 这叫终极关系。 这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生活周遭可以关注的。 就是说,两个关系,人跟人,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在这个当中要扮演一个角色。 对不对,我要先要,我不可能不认识这个人,想要把他带到天主面前。 可能。我也不可能是为了在天主面前立功。 我今天又找领了一个人到你面前。 我是因为关爱这个人,关心这个人的幸福,他的得救。 我关心他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我愿意去跟他交往,放逐他认识耶稣。 所以只有这样的那种动机才有可能让这个人信任你。 否则现在这个时代啊,你打电话来,人家就可以看这是谁啊。 我还可以决定要不要接你的电话了,对不对。 你如果不关心人家,你只是想要利用他,他不会跟你讲话的。 人的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很敏感。 虽然说不出来,可是那种感觉是在的。 所以我们只有从内心真的关心人家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福传的第一步,就把这个关系解决好了。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见证。 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时常在做见证。 我们有时候是故意做见证,有时候是大部分时候是不小心在做见证。 那当然这就有好见证跟坏见证,假见证跟真见证的差别。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 是一个犹太人,他从犹太信仰变成天主教信仰的一个,他自己写的一个日记。 这是我们天主教的圣人,Saint Edith Stein,是一个犹太的philosopher。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他本来只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他有几个朋友是天主教徒。 那么他第一个,他说导引他进入天主教徒,因为犹太信仰跟天主教信仰其实是一中的嘛,对不对? 只不过犹太信仰就是停顿在旧约,他不认识耶稣。 所以在他的信仰当中,他跟天主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 对不对?我们跟天主的距离是,我们可以称天主是爸爸。 这个在其他宗教是没有的。 没有的。在佛教是没有神的,尽神而远之,他们要自己去修成正果。 那些神是因为他的六根未静,想要跟世上的人有一些交往,让从世上的人得到一些崇拜。 这是佛教的一个思想。所以佛教现在说,我要自己去修成正果。 其实说起来是蛮可怕的,因为把自己看得比创造的神还大。 那回伊斯兰教的,他们对神的信仰是绝对的,不可能叫他爸爸。 神今天要做什么,是你没有办法猜测,他今天可以对你好,明天可以对你不好。 这是回教的。但是他们对神非常非常的尊敬,这个是我要学习的。 我们跟天主太亲近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好像就懒散了。 赖皮,我们会跟天主赖皮。伊斯兰教的不敢跟天主赖皮。 这个其实也很容易解释,因为亚巴郎是亚巴郎伊斯玛尔的,等于是做奴隶的生出来的,产生出来的。 所以他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胎教。 就不同的胎教。所以照说,造成不同的结果。 好,伊斯兰他第一次的天主教很有印象,就是他在,你们可能听过,他在教堂里面参观。 参观一个,在德国,他参观也叫他,看了一个老太太,提个菜篮。 你看,想那个时代,是提菜篮的时代。 现在是没有提菜篮,我们都是在推那个shopping car。 但那个时代没有shopping car,所以太太要出去买菜,就是提个菜篮。 太太提个菜篮,跑到圣体那个柜面前祈祷。 接着完了,就画个诗之下,蹦蹦蹦又跑出去走。 这是他第一个对天主,他在日记写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人可以跟天主这么亲近。 甚至去买菜的时候之前,想到天主,还可以去跟他说说话。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印象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天主教徒,是太太。 那么这个太太先生过世,他们非常的恩爱。 可是他很surprise,有这么恩爱的夫妻。 这个太太居然能够接受先生的事,而且透过他的信仰走出阴霾,不再悲伤。 他说,人怎么可能有这种力量。 那么第三个,是他有一天在读大德兰的日记,还是什么的。 他把这个大德兰日记读完了以后,他把书一放,我决定要认识这个天主。 所以这三件事情,帮助他愿意接受天主教的信仰。 那这三个人,除了他这个朋友之外,另外两个人是,一个是已经死掉了,一个是去买菜的。 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地说要去跟这个哲学家做辅传。 可是这个哲学家,因得这三个人,还愿意认识天主。 这是一个很奥妙的一个事实。 那其实我们的生命里头,不晓得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希望是有人看到我们愿意接受天主,而不是另外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的生命随时都在向别人做简称。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第二讲的时候,讲到我们的灵修生活跟我们的辅传是不可以分开的。 我们如果没有灵修生活,我们不可能做好的辅传。 那么我们有好的灵修生活,还要有这种意识,我需要去做辅传。 我们要有真实的见证。 我们要有真实的见证。 见证就是一个真实的经验,是道地的,不是虚假的,没有夸张的。 是实在的,真的发生过的。 不用是完美的。 这个见证不用就是说,我从一个杀人魔王变成一个天使。 这是太完美了。 可以说我是一个杀人魔王变成我放下土刀。 我还可以骂人,还可以打人,不杀人就是了。 是真实的。 那么见证包括我跟天主的关系。 我跟家人,朋友,同事,陌生人的关系。 我跟受造物的关系。 包括这几个不同的相度。 这三方面都可以是我的见证。 比如说我对大自然的爱护。 是不是很多人要 recycle,要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珍惜天主所创造。 其实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我跟天主的关系怎么样? 天主什么时候,曾经跟我有很强烈的沟通、接触。 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悔改。 这是我的经验的话,我可以把它写下来。 那么有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随时跟人家分享。 因为这是真实的,讲越多次就越会讲,讲得越好。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有一天我没有我的信德掉下去的时候, 我可以把我的写拿出来看一看。 就是说我还记得天主还曾经跟我接触过。 所以这有这样两个好处。 哪一天我们有Alzheimer,希望不会有。 万一有的话,那个东西还可以做一些记录。 另外就是我跟家人亲友同事跟牧师。 其实这个是我们讲到福传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好像天主在我们的中心,我们在天主的周围。 然后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 那么这些人,我们一方面要跟天主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也不要离开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把这周围的人拉进来认识天主。 那么我们的见证就很重要了。 他们感受不到天主的灵在。 只是他可以看中我,可以摸到我。 因为我怎么样子,我说的话,我做的事,他们信得过。 他们信得过,那他们就能够接受我所讲的事情。 他们才会愿意去经验。 如果他连信都不信,他根本不会想去试。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神修的生活,使我的平常的生活能够变得很有德性。 很有德性的意思就是说很像耶稣的样子。 很像耶稣的样子,就是不害怕、不急躁、不骂人等等的东西。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个性。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变成一个模子的。 但是我不是讲这个东西。 我是讲说在你这样的一个个性之下,你怎么样活着让你天主给你这个最美好的这部分把它活出来。 有些人是外向的,他可以外向到让你非常的难受。 但是有些人是外向的,他可以外向让你觉得很舒服。 他不侵犯到你。 有些外向的人非得要你扼着你做他而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见证就是这个样子。 能够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得到说,这个人不一样,他说的话可以信。 那倒不是说什么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定义说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因为这是你整个生命。 所以应该说是你的全人。 人家之所以会信你,是因为你不断的让人家看到你是可信的。 你老板可能会不信任你,会经常想,这个家伙东西交出来这么慢,会不会上班的时候再做别的事情。 他就偶尔进来看一下你做什么,偶尔进来看一下你做什么。 如果他看了十次,都看你在做事情的话,他大概不会不信任你。 但如果我想老板不在,我就做一些别的事吧。 那哪一天老板进来看到你了,在做别的事情。 也许你这个月就这么一次,他就会认为你每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见证其实就是万人看得到,看不到。 是真实的,是道地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做出来的。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的见证会是很有利的。 当然我们也不去逢迎别人,我们不是要去逢迎别人,我们是要吸引别人来找我们。 我们不是要迎合别人,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世界迎合别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的见证目的是要让人来找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把他带到耶稣那边去。 是你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害怕,没有关系,你有见证,天主会带人来找你。 那你就把它带到天主面前,这就是见证。 这种见证一开始是可以不用语言的,就是用我们的生活。 但见证就是终究是要用语言,终究要语言去关心人家,去跟人家说。 那么有见证的人,人家才会愿意去听。这是圣教宗保禄六世所说的。 现代的人宁愿听信见证,不愿意听信宣讲人。即便听信宣讲人,也是因为这个宣讲的教师是个见证人。 所以很多人会讲,可是不见得很多人就愿意听,很重要。 第三个讲到宣讲的内容,就是信仰的宣告。 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首第一批的门徒是渔夫。 那我们都知道渔夫是没有什么教育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初期的宫主们,他们的语言能力不是很高的。 只有后来耶稣找了宝禄是例外。 宝禄是一个当时的,应该说是一个神学家。 他是渔太信仰的,在甘玛利亚下面学习的一个法利塞人。 除了他之外,可能早期跟耶稣的宗徒们都不是很会讲话。 但是因为他们有见证,他们的见证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能治病,能赶鬼。 这些就是见证。 当时的圣神给教会这样的一个见证。 现在的教会好像这个见证比较少,我们好像看不到鬼了。 好像生病的看医生就好了,也不需要你去给他复首。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见证。 但是他们说的话很简单。 很简单。 所以在《宗徒大事录》,《伯多禄充满圣神》以后,他讲了一些话。 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全家应确切知道, 天主已把你们所定死的这位耶稣立为主,立为穆西亚。 这就是我们要宣讲的内容。 我们宣讲的内容就是耶稣是主。 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准备,让我们的朋友知道,他所经历的生命需求的不满,是因为他没有找到耶稣。 他没有把耶稣放在主的地位。 他把钱放在主的地位,把地位放在主的地位。 所以他会不满足。 哪一天我们把这些都拆掉了,把耶稣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所有的不满足就会不见了。 因为耶稣来,你就会得到所有的满足。 所以我们宣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个,让他承认耶稣是主。 所以承认耶稣是主了以后,其他以后的洗礼学习就会变得简单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也是我自己疏忽的。 我们比较重视这个人有没有来上课,这个人有没有出席,这个人没有问问题等等。 但是我们真的像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从课堂当中,像现在上课。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内心的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说,可能我们将来哪个木道友在上课之前, 我们现在真的要先帮他找一个,不叫代父母,叫做sponsor。 sponsor呢,先坐下来跟他聊一聊,谈一谈他的状况,他的担心是什么。 教他祈祷,最后教他把耶稣放在圣诞中的第一位。 这个事情完成了以后呢,再把他邀请过来上课。 我对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上课也比较专注,这个人想学了,因为他已经把耶稣放在第一位。 如果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找不到教友,那也就算了吧。 免得找了教友,他后来也是离开了。 也好像我们花很多精神和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就是说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帮助人,找到耶稣认识信仰,洗礼成为天主子女的一个方式。 所以,也许我们需要经过几年的努力,让我们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这样的方式。 那么,当伯多禄一讲了这话以后呢,马上就有一个效果,就是这些人一听到就心中刺痛。 问伯多禄说:"诸位仁仁弟兄,我们该做什么?" 伯多禄才跟他说:"好,你们要悔改,要接受洗礼。 我觉得这是,我们刚刚谈我们福传是我们跟天主、跟耶稣合作的。 对不对?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单打独斗的。 我是不肯定耶稣跟我们整个奥体一起合作的。 所以,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认识耶稣,让耶稣把他的一切的罪过需要浅现给他, 让他能够有机会悔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听到他的悔改以后,愿意接受耶稣做主了以后,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福传工作。 所以,前面这一段的时间可以是很长的,可以是很长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状况。 接下来我们要讲最后的五个门槛。 就是说,一个人要悔改跟皈依,大概会经过五个不同的门槛。 那么这个是从基督教的书,叫I once was lost,然后一个天主教的把它改写成我们比较能够介绍的Foming Intentional Disciples, 归纳出来的五个不同的可以衡量的阶段。 一个人大概会从信任开始,我们就用撒玛利亚人夫人跟耶稣对话的经历来做一个具体的说明。 大家都记得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不需要再读一次了。 那么,另一个是信任,撒玛利亚人夫人要中午的时间要到井边取水。 耶稣跟他说,给我一点水喝。 那么撒玛利亚的一些人是拒绝的,对不对? 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互不往来。 然后耶稣跟他说,你如果知道我是谁,又知道跟你问水喝的,你早就会问我,要给你水喝。 这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开始有一点点信任。 所以他说,先生,你连积水系都没有,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来的活水呢? 这是第一步的信任。所以,这个话就是很微妙,对不对? 如果他不信任耶稣,那他一块会怎么样? 他掉头就走了嘛,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里面已经有一点信任了。 他说,这个人不晓得乌鲁买什么药,我姑且试试看。 那后来他就说,先生,请给我这水吧,免得我再喝,也免得我在这里积水。 他相信了,然后他愿意试试看,好奇。 第二个阶段,这真的有这么好吗? 这个一水喝了就不渴,我就不用再来每天来这边积水了。 所以第二个阶段是好奇。第三个阶段是愿意改变。 后来耶稣问他,去把你的丈夫找来。 他说我没有丈夫,愿意改变。 他有过五个丈夫,现在的这个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有六个丈夫。 我怎么办? 那他现在说,没有丈夫了,我不要丈夫。 这个丈夫没有办法给我我所需要,所以他已经开始愿意改变了。 第四个是主动选求。 然后耶稣,他说,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 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 你们就说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了。 他从积水,从丈夫,讲到朝拜天主。 你看,完全转向,你看他方向在转变吗? 方向完全变了,对不对? 从他日常生活的需要,到他所依赖的人,到他现在,讲到怎么样朝拜天主。 所以这是他悔改的,应该说是大悔转的第一步。 让他主动寻求,要问到底是怎么样是最好的。 那么最后是他积极愿意做门徒。 后来耶稣跟他说完了话呢,他就回到他的村庄去告诉别人。 跟他们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说出我所做过的一切事。 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 他说得非常的真实。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墨西亚。 但是他想,他可能是。 所以他说莫非他就是。 但是你们要去看。 所以他做了一个浮船。 他做了门徒以后,马上就做浮船。 他也没有去学天主教教理,什么都没有。 所以浮船就是把真实的东西告诉人家,他们要怎么样是他们的事情。 结果也很奇妙的,这个本来不受欢迎的村妇,全城人都去了。 都信他所讲的,去找这个人。 表示他所说的话,是很有力量的。 是真的。 他不再是虚假的。 因为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人说是我所做过的一些事,那大概是不是很光彩的事情。 他不是去做浮船的时候是说,我看到耶稣了,我都光彩。 他不是很骄傲地就跟别人说。 他是很坦白地就跟别人说,我过去所做过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被这个人说出来。 你们要不要来看看。 这就是五个门槛。 那么,如果忘记了,我们就回来这个撒玛利亚夫人的故事。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的朋友,大概提醒在哪一个阶段。 大部分人很可能是在信任的阶段。 他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或许他已经信任你了。 或许他已经好奇了。 他不可能是在积极要做门徒。 OK。 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就在哪一个阶段来帮助他。 信任。我们刚刚说耶稣在中心,我们在耶稣的身边。 那么我们外面有这些我们认识的人。 所以这些外面的认识的人要认识耶稣,需要经过我们。 所以我们总是一个中间人。 那么,通常我们对外面的人会有三个不好,比较负面的态度。 叫做对抗,默默关心,跟判断。 就这些人呢,说的话,对我们教会的看法,讲法,让我们所产生的反应。 我们对他们所讲的,会抵抗。 比如说,你们教会的神父都是恋童症的。 太得了啊!胡说八道! 他起来跟他辩论。 或者是默不关心,随便讲,你怎么爱怎么说,我怎么说。 默不关心。判断,他说,胡说八道。 才百分之多少人这样子而已。 全部人都是这个样子。判断。 那么,与其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不如就接受他的这种看法。 然后去推敲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跟你讲。 所以我们克服我们的抵抗,我们的那个默不关心,跟判断。 来接触他,来问他心里面到底想说的是什么。 另一方面呢,用祈祷的态度,来为这一个人祈祷。 起码他也愿意跟你讲话,他也知道你是个天主教徒。 你还有一个机会,好好的跟他解释。对不对? 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能够把这个信任把它巩固了。 就算天主教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 可是呢,大部分的天主教都像我一样。 起码能够让他有这样一个信任。 第二阶段是好奇。 那好奇大概就是说,他已经能够信任你了。 知道你说的,你做的是可信的,不是虚假的,是可信的。 那么他会好奇,为什么你不说谎话? 为什么你不,就是损己也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说,一定做到,说到一定做到。 就算对你不利,好奇。 好奇这个阶段的发展,大概会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他发现到他过去的误解。 过去没想到,天主教的那个所谓的三位一体,我以为是三个神。 就是他说是一个,我才发现他原来不知道的事情。 第二个呢,他会开始参与,开始自己,也许他会主动去找答案。 然后他会去确认你跟他说的事情,他去Google一下。 哎,好像是对的,你说的是没错的。 所以他会参与,他会去确认你所说的是真实的。 慢慢的他会跟你主动的交谈。 天主圣三,怎么会有可能一个神有三位,这是什么一回事? 或者是他的,你说你恭敬玛利亚,不拜玛利亚。 什么叫拜,什么叫不拜,怎么样的行动叫拜,怎么样的行动叫不拜。 所以他好奇慢慢就会帮助他,把他心中的一些怀疑,把他卸下来。 这是第二阶段。 那么帮助人产生好奇,除了让他自己好奇之外,我们还可以问他问题。 问他问题,让他能够觉得,对啊,我怎么没有这样想过。 那么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总共问了183个问题。 他只回答了三个问题。别人很多人问他问题,但他只回答了三个。 然后他用307个问题来回答别人对他的问题。 别人问他,他到访问他们。 耶稣访问那个犹太的那个法利塞人。 默西亚不是达卫的后代吗?他们说,对啊,对啊,对啊。 那为什么达卫称默西亚为主呢? 这他们头大了,但想不出什么道理。圣勇上面写的。 我主,我忘记圣勇那句话,就是达卫他在圣勇的时候还有说,等我把我主的仇敌变作你的脚凳。 就是达卫对墨西亚,那墨西亚既然是达卫后代,为什么达卫是主呢? 所以,问问题可以帮助人,能够知道他们所说的。 比如说这个人说,哦,你们神父都是这个样子。 我可以问他,你知道有多少比例的神父是这样子吗? 你知道有多少神父在这个世界上吗? 他慢慢就会知道,哦,是一个百分比。 你可以问他,你知道有多少的人有性侵吗?在这个世界上。 你这是比例大过远大过天主教的神父。 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只找天主教的神父吗? 慢慢的他会知道,哦,其实媒体是有一些偏颇的。 但是你如果直接去跟他讲,他不相信。 但是你如果有问题问他,他可以去找答案。 那么从杂安当中,他的好奇心会更加的,就是对你会有更大的一个好感。 会越信任。 第二个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讲天国的奥秘。 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天主圣山。 天主圣山的比喻很难讲,这个道理很难懂。 我们攻击玛利亚,不敬拜他。 这个也很难解释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很轻松的跟他说,你爱不爱你的妈妈? 他一定说我爱我们。 那你认为耶稣爱不爱他的妈妈? 所以用这种,就是我们平常可以懂的这种类比。 让他能够体会出,哦,不爱我的妈妈。 耶稣也爱他的妈妈。 那么,很有可能耶稣愿意他的妈妈参与他的求俗的功效。 虽然他的妈妈不是神。 所以我们天主教的恭敬圣母是有道理的。 是有道理的。 而不是只是人的一厢情愿的。 是天主的计划的一部分。 可以甚至说,你想天主这么大的能力, 他可以需要,他可以不需要圣母来做这个事情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那他为什么要选一个人来做这个事情呢? 那显然这个人在这个计划当中,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用这样的比喻,用这样的问题,可以来回答他心中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做一个令人好奇的天主教徒。 不是负面的,是正面的一个好奇的天主教徒。 第三个门槛是愿意改变的。 那么这个门槛是最难的。 因为让一个人转一百八十度,放弃一气,就是刚刚我们今天早上读到的那个富贵的少年。 太困难了。 叫他把所有东西卖掉,试试给穷人,去跟随耶稣。 上面还写个背十字架。 哎呀呀,简直是太困难了。 所以是非常不容易。 这一个步需要很多的祈祷跟陪伴。 因为一个人要完全的降伏,把自己交给一个不认识的神,完全的改变是非常不容易。 大部分人都打队挡我。 我还是吃我的牛肉面好了,不要吃羊肉面。 所以需要更多的陪伴。 但是,是很重要的。 不改变是不行的。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改变, 那就是说,我们还是要陪伴他,让他知道, 让你过去所制造的这些,让你的渴望不能满足。 让你不愉快、不喜乐的这些因素还没有去掉。 你如果真的要得到真正的喜乐、幸福跟满足, 你必须要把这些去掉。 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 那么,也叫他祈祷,就是求天主圣神,求耶稣给他能力,让他能够改变。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最容易惊艳到耶稣的灵在。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只是说,他脑子知道他的心灵不愿意改,他的意志不愿意改。 他不知道,这个转身过去以后,是一个母老虎呢? 还是一个慈祥的天主。 所以祈祷可以帮助他。 因为他祈祷的时候,他会经营到,像早上说的那个经验, 他会经营到平安,他会经营到喜乐, 他会经营到生活上原来没有经验过的事情。 他会经营到这个所谓,我们所谓属灵世界的实际,是存在,是很微妙的。 你如果不去仔细地去看,你看不到。 那需要有这个陪伴的人帮助他去看, 哦,你在最近的生活没有经验到什么。 所以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帮助他经验到, 哦,在什么时候你做了祈祷,这些事情其实是天主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事。 你可以正面大胆地回应他。 好,第三个,门槛是愿意改变。 我刚刚讲的是很难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等待他。 那么,有可能需要好几年才能够完全地改变。 那么我们不需要给他一个时间表,不要强迫他说,你一定要今年或明年才要受洗。 就是我们可以问他,你觉得准备的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困难啊? 他如果说还没有准备好,没关系,我们继续祈祷。 但是还是跟他做朋友,跟他交往。 那么有时候可以用那个圣经上的话,来鼓励他们。 因为圣言是有力量的,有时候偶尔就用简讯送给他一个圣言。 今天的读经有这么一句话送给你,看看耶稣有没有用这句话跟你交往。 很可能在我们的教友当中,还在这个阶段。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想,在我们的教友当中,有没有人是还没有真的愿意改变。 他只是挂名的,天主教徒。 他还没有愿意跟随接触。他的钱包是抓得很紧,跟那个富贵少年一样。 或者钱包放在家里,来教堂,带钱包。奉献的时候,啊,我忘了带钱包来。 但是很重要,如果人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把天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他的那种缺憾、阴霾、害怕,永远都会在。 他来教堂只是得到战时的。 我今天领到了耶稣了,我领到了,我得到了。 过一会儿,他就没有了。 他跟耶稣没有一个很正常的交往。 第四个门槛是主动寻求。我想各位都已经是主动寻求。 因为我没有强迫你们来听这个福传的演习会。 主动寻求。 其实它应该是我们大部分的教友,至少是在这一个阶段。 主动认识、学习、加深我们的信仰。 那么到这个阶段以后,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说真的,我们的信仰真是坚实不破的信仰。 问不倒的。 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解答,只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而已。 所以如果主动的去全球,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早上讲半开玩笑的,我们复活的时候是几岁。 那也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可是那也是有答案的。 答案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是它是合理的一个答案。 所以一个主动寻求的人,他肯定能够找到一个合理。 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解答的。 但是有些问题是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 最后一个门槛就是积极做门徒。 这就是保禄在菲利伯书。 他跟他写的最感性的一部书。 他说现在和从前一样,我反而放心大胆。 我或生或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颂养。 因为在我看来,生活源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 这是一个已经积极做门徒的人的一个新生了。 生或死都没有关系。 如果活的,就是为基督而活。 死了,就是跟耶稣在一起。 这是一个,已经把耶稣放在最上面了。 生命的其他东西都不重要。 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 如果真的是每一个人的写照, 我们要盖几个堂都没有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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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